最新消息要告诉您 迪士尼旗下多家频道包含了卫视中文台 卫视电影台跟新卫娱乐台等等 就在今年底前退出台湾市场 而NCC也证实 今天的确是有收到迪士尼的送件 总共是有11个频道会在今年底前结束 而NCC也提醒迪士尼注意员工的权益 尤其像是这一种比较大规模的终止经营 但是目前NCC也还没有得知 到底迪士尼会裁员多少人 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提供给您 也是晚间最新消息来关注的是 电脑品牌大厂华硕 传出因为整病事业体系要裁员800名员工 好不过华硕在第一时间是否认的 强调他们只是组织调整难免有波动 而同样传出要裁员的是迪士尼集团 旗下11个频道 宣布在年底之前要退出台湾市场 预估将裁员上百人 浓眉大眼的两金刊集上演无厘头的搞笑剧情 还有热血沸腾的七龙珠 过去许多人守在电视前天天观看 但这都将成为时代的眼泪 因为迪士尼集团旗下的11个频道 年底就会全面退出台湾市场 就连星爷爷的经典电影也无法在电视上看到了 集团表示因应全球策略 做出商业模式调整 但强调人会持续耕耘台湾影视市场 只不过换个地方播 2021年在台湾上线的串流平台 将代替电视成为主场 而原本频道的员工们饭碗也将不保 传出首播裁员上看百人 以频道营运与广告业务为主 劳动部也已经收到业者说明 集团在今年底之前将会持续与员工商讨离职方案 但不止迪士尼电脑品牌大厂华硕 也爆出将进行内部组织调整 一口气就要裁员八百人 消息一出引发内部人人心惶惶 裁员名单主要以经历级 50岁以上的资深员工为主 不过公司急忙澄清 强调只是组织调整 聚焦在营运优化 产业前情不佳 其实各业者其实是有积极布局在其他新的业务 就是5G AI 精简就是未来产业前情比较不佳的产品项目 然后布局在新的业务 这样子 定义全球市场波动 企业改变营运模式布局 单体公司打下江山的员工们 更要好好保护他们的权益 米子新闻综合报道